大家好,我是疯婆子 不知道大家见过浣熊吗? 就是真正的在野外见到一只 而不是看图片 三年前我搬到我现在住的这个农场上来的时候 我就特别开心的养了很多只鸡 都是从小鸡仔一点一点养大的 后来呢我就又搭了一个鸡笼子 很大的一个围起来的一个围栏的笼子 但是呢我有一点疏忽就是 我以为我也从来没有看到过 有任何的野生动物在这院子里边 所以呢我上面没有把它盖上顶 没有把上面封上顶围起来 然后呢门友的时候我也没有关 就让这些小鸡自由的活动 结果没过多长时间 我就发现这鸡的数量越来越少 甚至有的还就是被咬的 都一半就扔在那儿 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动物 我说是狐狸还是狼 结果有一天晚上我去遛狗 我就看到远处有一个动物 在灯光下它的眼睛闪闪发光 后来我拿手电筒照了一下 原来是一只幻熊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个真正的幻熊 它也不怕我 反正就是慢慢悠悠地走了 后来我在网上一查 我说知道哦原来这个幻熊 它不只是翻垃圾桶 它要是有什么这个肉啊什么的 它也会逮来吃 然后我这才知道原来是幻熊吃了我的鸡 最气人的是他们经常把鸡抓来 吃了一半就扔在那儿 然后第二天再回来吃另一半 反正它也不怕人 我一过去呢它就爬上树 我用手电筒照它 它就往树的背面跑 就跟我转圈在树上 我就在网上不断地搜索 怎么才能抓住幻熊 或者是驱赶它们 要不然这些鸡就全部都被它们给吃掉了 因为它们是想尽办法来抓这些鸡吃 一个个吃的那个皮毛啊 油光正亮的 经过一番在网上的寻找 我还真找到了一个神器 所以今天呢 我就到这个户外用品店来买 这个它叫Dog Proof 我看网上很多人用这个 不但能抓到幻熊 还能抓到蛟狼狐狸 我以前觉得幻熊还挺可爱的 因为从来没有真正见过幻熊 这次它吃了我这么多只鸡之后呢 我就真的是非常的痛心 你就想一想那鸡被撕咬的那种感觉 所以呢我就决定一定要制一制这些幻熊 最主要的是我看见院子里有两只 我觉得我要是把鱼钩放在这个 户外用品店的这鱼缸里头一定能钓到鱼 做的天冲玩具鱼好可爱呀 我特别喜欢这个色彩 特别的明亮鲜艳 好了说回正题 这就是我买的神器Dog Proof 这一盒呢有六个装 你也可以一个一个的买 但是我觉得六个划算一点 所以我就买了一盒的 这个用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小心 因为它还是需要靠一个弹簧的力量 所以小心别弹到手 我被弹到过一次 你看它有一个链子在尾端 所以你这个链子呢 你一定要固定上 不管是你拿个铁柜把它固定在地上 还是拿另外加长一个铁链 把它拴起来 因为被抓到的浣熊 它还是活着的 它的前肢被卡在了机关里头 所以呢 这个还是要非常的小心 它有很大的力气去想去挣脱 甚至是到处的攀爬是吧 使劲的拽 所以说为了不让它逃脱 就是一定要固定的牢靠 具体的用法呢 就是把这个用粗铁丝弯成的 像镊钳一样的东西 把这个弹簧给它往下压 把这个机关给上上去 这个时候呢 一定要小心别弹到手 机关上好了之后 就千万不要把手往那个洞孔里伸了 防止那个机关突然合上 然后把手给夹住 这个洞孔里头呢 你就放上猫粮 然后把它插在外面 就是浣熊经常出没的地方 在洞孔里不用放特别多的猫粮 然后再在地上撒上几颗 抓到的浣熊要妥善处理 或者是把它们放归到很远很远的山林里去 否则的话 在你家吃香的喝辣的习惯了 它还会再跑回来的 对吧 我用这个办法抓到了两只浣熊 现在我家的院子里再也没有浣熊跑来吃我的鸡了 所以这个办法真的是非常的有效 有用 有用 对吧 嗯 对吧